今天感谢你抽出一点时间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装备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球杆的盒子吧 大概用了多久了 球杆的盒子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 它是一个新出的颜色 然后当时挺喜欢这个颜色的 然后就买了 为什么喜欢这个材质的呢 我看这个四脚还是保护的还是很好 对 因为每次拖晶都有桶 然后就没什么磨损基本上 然后脏了就擦一擦 打开给大家看看你打比赛的装备 其实我的很简单 基本上都是杆 然后和巧克 然后和家常就没了 就是这样 给大家说说你的球杆吧 这个后面尾部看着颜色挺淡的 对 我这个之前颜色可能比这更艳一点 然后用时间长了 颜色淡了 暗了一点 这个球杆应该是19年还是20年的时候换的 是在珠海一个收藏球杆的人那里一起选到了一个球杆 这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球杆什么牌子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是一个老的Triple Y 它这个牌子还是这个名字 还没改名字之前 不是现在的 对 它应该是十多年了差不多 但是一直都没有用 它是收藏的 然后一直保存的很好 就是说它其实已经年龄很大了 但是你是第一个使用者 对 它之前是一直收藏的 然后就到那里挑了可能有六七十根杆 然后挑出来这一根 觉得自己打着比较顺手 说到参数的话它有多长 具体应该144吧差不多 好像咱们的球员都用稍微短一点 145 144那样子 对 然后具体剩下的参数我也记不清了 就是我用的可能也偏细一点点 可能现在有9.4 9.3那样差不多 你用什么样的皮头大概 我以前喜欢用很硬的皮头 然后后面就不行了 就用中性的 可能就是要弹性比较好 然后太硬的话感觉有的干法有的时候打不出来 因为比赛的那个赛台可能新台子会滑一点 用太硬的皮头感觉白袖有的时候控制比较很好 OK 给我们看看装备的其他部分 就是有两个家场 然后还有几个巧克 然后还有一个砂纸 就是很细的可以磨这个边边 它有的时候会有毛之类的 然后可以磨一下冲锅的 你会在比赛的时候多带几个被用的皮头吗 还是准备好了再出门 我不会带被用的皮头 因为我感觉很难发生皮头会掉下来的情况 这是汤姆的V10 它跟过去的翘粉比起来有多大的区别 过去比起来可能就静电会比以前少一点 可能静电没那么多 然后别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可能没有那么掉粉上去 然后之前有用过灰格的那个巧克 那个巧克也挺好用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